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講一下剛剛過身的廖啟智 我在這個頻道裡很少講娛樂新聞 不過我當然廖啟智是一個很資深的演員 但在我心目中他不是在香港人的定義裡面的娛樂圈裡面的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感覺 他是一個演員 一個資深的演員 一個演技非常出眾的演員 但在我心目中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娛樂圈裡面的演員 不過我覺得他每一個角色對我來說 都可能會有很多啟示 我對他個人是不認識的 不認識 不過有一些場合見過 有一次很深刻印象 就是 其實他的兒子 在一個畫班裡面 就是學畫 我在那個場合見過他 有一次就 在附近撞到他 就跟他打招呼 那當然他不認識我 就是他的面孔是大眾都熟悉的 他在這個做演員做了幾十年 我就走過去跟他打招呼 就說智叔你好 他很愕然 可能他在街上經常都看到這一類的人 就是粉絲 我叫什麼名 其實我也在TVB做過 因為他在TVB做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那時候已經離開了 我只是在TVB做過 只是跟他打招呼 他很酷 他看著我 然後就 我 很久沒有做TVB了 我拋下這句說話 就走過去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跟他打招呼 這個過程裡面 有些什麼 有些冒犯 或者很突然 我不知道 我心想 不是這樣的 這麼不友善 我後來就看到有些記者 例如Vivian Tam 譚惠雲 大家都知道他最近寫很多 有關聽審的法庭 就是反送中運動的內容 是非常精彩的 其實他訪問人物是寫得非常好 很多年前就是 說黃維基那一檔 香港電視 特區政府拒絕發牌 一男子 他就發牌給他 之後就訪問廖啟智 那篇文章 很值得拿回 大家拿出來說 最近譚惠雲在Facebook裡面 再重新刊登這篇文章出來 原來他真的是一個很酷的人 他就是這樣 即使約了他做訪問也好 他不會很熱情地表達 他說有時候問了一個問題 他要等一分鐘才回答 但是回答你 都是回答得很遠轉 有時候你不是很掌握得到他想說什麼 不過 你回頭再細心回答真一點 是很深刻的東西 廖啟智是一個資深的演員 演技出眾 我很喜歡看他的戲 譬如 《點五步》 王維基和他在香港電視拍攝的選戰 給我的感覺 我為什麼不覺得他是一個娛樂圈的人 或者不是覺得他是一個 即是說娛樂界的一個演員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做每一個角色 都是很認真 很踏實 很專業地去扮演 每一個角色 都是令到你印象很深刻的 看每一部戲 我都會對他在裡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都是很難忘的 那個感覺 有一部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就沒有看過 就叫做《線人》 有一位電影界的朋友 在Facebook裡面寫了一篇懷念他的文章 說到他的演技 他描述的過程 當然他是一些幕後的東西 但是在螢幕前面所演出來的 其實就是一種 真的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鍛鍊 以及揣摩才能做到的 那篇文章是這麼說的 他說跟智叔合作了 將近二十年 從港台節目到電影 一直都很喜歡跟他合作 因為他專業 專業 專業這兩個字很重要 他拍攝《線人》的時候 智叔是飾演一個 被仇家斬到精神失常的線人 他最後一場 拍他在廟街 歌廳 看這個歌女的唱歌 因為他精神失常 他聽著聽著 竟然誤會了那個歌女 就是他的前妻 他說拍攝那場戲那天 他估計智叔是會哭著來演的 他說那天 智叔全天都很安靜 沒有位置的時候 自己坐在一旁 不同人溝通 我們知道他不想深散 也不想去騷擾他 演員要入戲 要培養感情 是需要很安靜去想的 直到拍攝那一刻 指叔的演出 令到我們全場都呆住了 他是哭著來演的 但其實他是邊呆邊哭邊笑 三種情緒打亂來做 笑的時候溫馨 哭的時候就悲創 呆的時候就孤寂 一個鏡頭直落 一手每當變幻事的時間 一次過反覆互演三個情緒 每個情緒都入目三分 我們看著螢幕大幅 跟他合作的這位朋友 繼續這樣說 當然驚嘆 什麼叫演技 什麼叫認真 接下來說的話 他說他演完這個鏡頭之後 變成另一個人 個人鬆了很多 輕鬆了很多 跟整班工作人員有說有笑 問他 為什麼你 想到這樣演的呢 跟著說這番說話 就重要了 就反映到什麼叫做專業 他說 在拍攝的前一晚 他在臨分之前 看到一個電視節目 是一部紀錄片 製家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被批鬥到精神失常的人 今天的狀況 其中一個 就是這樣 邊呆邊哭邊笑 看的時候 覺得可以參考這個人去演 但是參考還參考 能不能夠演出那份味道呢 他不肯定 但是他決定 試一下這個方向 當然最後他演得到 而且是震懾全場的演員 和工作人員 要演出這種情緒戲 一定要用自己內心最深的傷痛 不介意把心裡最痛最痛的 拿出來演一場戲 這就是專業 智叔就是一個這樣的演員 智叔 我會很懷念你 請你按飾 這位就是 Gordon 在他的網上寫了一篇 廖啟智的文章 廖啟智是66歲 患了胃癌 病情一度好轉 後來就急轉直下 在家人陪伴下 威爾斯來世 家人就指說 感謝醫護人員幾個月以來的 悉心照顧 和港大市民傳媒的關心和祝福 智叔就年紀雖然不大 你說他66歲 有些人說 這個年紀就叫做甘草演員 我聽完之後 我心中不是美意 甘草就是 雖然智叔是拿過幾次 這個最佳藍配角 但是甘草就是配角裏面的配角 就是 卯單 雖好有綠葉扶持 一些資深的演員 就 走出走入 去襯托那個主角 但是我自己覺得 智叔演的每一套戲 我不是每一齣 每一齣戲我都有看 但是我覺得他一出場 光芒四射 不是去襯托那些主角 他本身就是主角 他一出場 他一出場 那個光芒是搶光 所有人的戲 大家會看著他 反而 你看得到那些 就是美女 美女 那些你叫做主角的 在裡面排 排頭排先的 演員排先的 可能身價也高過 智叔很多 完全那個演技 就被智叔的光芒蓋過了 所以我覺得 我替智叔不看 就是他演藝生涯幾十年裡面 其實是 我認為他應該是做主角的 他每一場戲都是主角來的 他那種認真程度 你剛才看到 就是那個工作人員 描述他 做戲 什麼叫做一個演員的修養 就是這樣 他不是求求他 那些阿姐阿哥 這樣埋位就做 而是他真的做很多的 Research 然後把自己投入的角色 那麼容易 又呆又哭又笑 不是這樣做得到 即使很專業的 專業演員 很資深的演員 都未必做得到 大家知道他 不是做很多戲 減產 後來就在浸會大學 電影學院做講師 那拍的點五部 做這個盧校長 我很深刻印象 就在這個香港電視那裡 做電視劇 選戰 當然我也都很深刻印象 在ViuTV演出這個教束 也都非常精彩的戲 更加令我深刻印象的 就是十年的本地彈 現在想起這部戲 2015年 得到這個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電影 也都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在政治上面 就是 很大的爭議 也都令到香港 幾乎全部都是向北漢的演藝界很歪然 不過 最後都頒獎給他們 不過說起這部戲 當然是預言的電影 有幾個電影 有幾個 有幾套的單元 組成 去描繪 香港沉淪之後 的狀況是怎樣 是一部預言的電影 2015年 到現在已經是 今年是2021 六年前 六年前拍的東西 幾乎全部都應驗了 阿智叔在這個本地彈裡面 是扮演一個 雜貨店的老闆 那我拍這條片的時候 我就再上網 再看回這個片段 很好看 很感人 他都邊看邊鼻酸 眼淚都飆出來 十年的幾個導演 其中一個很匆忙地離開香港 去了加拿大 其他那些在香港都 不是有太好的發展 大家知道 因為香港的演藝界 或者叫做娛樂圈 幾乎都是賺人仔 見稱 很少老闆敢再出錢 給他們拍戲 當然也有一些作品 是很成功的作品 現在在香港他們 可以繼續做 不過 在這個國安法的這個 就是 君臨天下的情況下 這幾個入了黑名單的導演 能不能夠繼續 拍他們想拍的戲呢 本地彈 我推薦大家 上去網 youtube有的 去重溫那些片段 大概那個 是這樣的 就是 智叔開雜貨店 除了賣其他糧食之外 其實就是以賣彈為主 他就描述 當時 就是 那時的香港 有一班 紅小兵 他們叫做少年軍 穿著一些 紅衛兵的服裝 戴著頂帽子 有紅袖章之類 每天就是去這些 屋邨的店舖 那裏巡視 就有份黑名單 有份叫做不推薦名單 就看一下 這些店舖所展示的東西 究竟是 有沒有犯禁 有沒有一些字眼不能夠出現 其中一個紅小兵 少年軍 就指著 廖啟智 就說 你這裏犯了禁 為什麼呢 賣彈都犯禁 都犯規 因為你有 本地兩個字 本地兩個字 原來是 不可以說的 抄了下來 智叔當然就說 喂 那本地是什麼 本地彈你不可以生產的 本地是香港 本地彈就是香港彈 你寫香港彈就可以 你寫本地彈就不行 是不是跟香港現在的處境好似 然後另一個店舖 就賣那些漫畫書 那些給小朋友看的書 也有些紅小兵 那些少年軍人去抄寫 究竟有些什麼書是犯禁的 後來這個店舖 被人扔雞蛋 被些紅小兵扔雞蛋 再來就說 這個賣漫畫書 租漫畫書的這個店舖的老闆 原來就跟人家訓 租到一個秘密的地方 把一些禁書都放在那裡 然後就跟著說一番說話 他就說 那個老闆 就是那個漫畫書的老闆 他說是這樣 他們經常都是來查的 其實有這個少年軍之前已經是這樣 以前有些大人來搞 都搞我們這個店舖的了 我也習慣了 那阿智叔呢 阿智叔當時 就是他那個 就是在裡面的角色叫做深叔 那阿深叔就是這樣說的 對這個老闆和對他兒子 都是參加這個少年軍 他說 千萬不要習慣 就是我們這幾代人都習慣了 你們才要這樣 當然阿智叔是在念對白 但是我看到這部戲的時候 我在戲院看 我是哭到豬頭 2015年 雨傘運動之後 過了沒多久的時間 沒有人猜得到 阿智叔這番說話 完全應驗了 就是可能我們這一代 習慣了 習慣了 逆來順受 有些不對的事情 都不會據你力爭 又或者深存僥倖 覺得不會這樣的 怎麼會呀 有沒有這麼離譜 阿智叔在十年本地彈裡面 經常都說的說話是什麼 這些事情是不對邏輯的 他兒子也是參加少年軍 兒子你做事之前 可不可以用腦想一下 不要 掌官叫你說 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掌官說什麼你就相信 他說每一句說話 都打動著 令到我內心是刺痛的 我不覺得他在演戲 我不覺得志叔在演戲 我覺得他是 講一番肺腑之言 了解志叔就是一個 可以這麼入戲 令到你不覺得他做戲的一個演員 就是我看電影 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看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 恐怖片 經歷片都看的 那些人都會看到V哇鬼陣 但是我不會 因為我看電影很抽離 我知道他是在演戲 這個是劇情的需要 我看很多戲 或者是荷里匯的戲也好 本地的戲也好 本地的戲也好 也好 我就覺得在演戲而已 但是我看看志叔十年的本地彈 我不覺得他在演戲 我覺得他是向 他的觀眾 全安市民發出警告 叫我們警惕 不過很可惜 2015年這個預言 在香港現在一一應驗了 早前 網上的KOL和一些年輕演員 就香港的電影是不是已經死了 進行一個辯論 我沒有參與 因為我是外行人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資格去參與 不過看完他的辯論之後 或者聽完他的辯論 當然是杜其鋒導演 或者其他王家衛那些 加入 就說香港電影已經死了 也是一個廢話來的 當然他們有他的道理 他們是資深的電影工作者 他有他的道理 不過我作為一個資深的觀眾 或者我對於文化工作 新聞工作等等 或者對於香港的政治 一邊觀察了那麼長的時間 參與那麼長的時間 這個文化 新聞工作 當然我有一番體會 好像杜其鋒說 香港的電影工作者 是什麼 橡皮失辣 我完全同意 香港人的創意是澎湃 你按他可以用其他方法 去表達 用我大陸的說法 就叫做 遇著紅燈妖道走 但是我對於香港電影的前途 是極度悲觀 正如我對於香港的前途極度悲觀 是一樣的 如果我要跟游學修 和蕭山 和杜其鋒 和黃家衛他們對話的時候 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今時今日 2021年 2015年我們拍到十年 拍到本地彈 到2021年 我們還可不可以拍本地彈呢 不是有沒有老闆去支持你 給你幾多百萬 去拍這部戲 而是拍完之後 可不可以在香港的電影院上演 這個就是政治 壓制文化和藝術 香港電影死不死 有眼給你看 李大維成是不可以 在公開的電影院上演的 沒有下命令 沒有用行政的命令 說你違法 但是在左部 鋪天蓋地攻擊你 於是 高登仙 不敢播 藝術中心不敢播 十年 本地彈 再拍 固然沒有人敢給錢來拍 沒有人敢接拍 拍了都播不到 如果拍了電影播不到的話 那是不是死了 在地下播 香港電影死不死 其實 有些人說 拍到電影出來 那不就不死了 有得拍給你拍出來 就不死了 正如說 炒了一個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電台不是沒有聲 繼續有人發聲 為何會影響言論自由 這是一樣的 這個說法 如果拍過電影 要佔前故後 詩前上後 剪完這段 剪那段 這句話不要這樣說 就是我們做封緣節目的 做YouTube的寫文章 現在已經有很多自我審查 有些人不敢去得盡 那就是說 對於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藝術創作的自由 藝術創作的自由 那個衝擊 是越來越大的 正如你看看M家博物館 是不是 微微的東西不會登出來的 不會在那裡展覽的 因為說它違反國安法 藝術違反國安法 中共是最重視 以色然系 所以智叔在 10年本地彈裡面 說 你用一下腦去想想 行不行 那個長官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講不講邏輯 這番說話 在今天 講完之後都沒有用 因為很多東西 都是不講邏輯的 很多東西都不是用腦去想的 是聽命令 服從命令 聽指揮 是講長官而止 無論如何都好 智叔 你為我們帶來 不是叫做歡樂 他不是一個 就是戲劇演員 不是一個喜劇演員 你是為香港的電影專業 香港是拍電影是很專業的 世界文明的 智叔這位演員 為香港的電影 做出一個非常 非常經典的示範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真的永遠會記住你 你每一套電影 對我來說都是很深刻的 很感謝你 智叔 這段影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 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發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 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